我 没事吧 哎呀 喂 喂 草 到了没有啊 看见人了吗 我到了 精品购物品 你又拿八杂杂质了呀 行 那我知道了啊 好 世界真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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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迟到了 我路上遇到一个特别没有素质的司机 见了我一身的脏水一脚油门就跑了 快得我的鞋跟也断了 我能够走到这儿就已经 你是在说我吗 你开了什么车啊 越野车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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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姐 记得帮我的鞋包写了吗 谢谢 先生 您好 一共是四千九百八十元 请问是刷改完现金 现金吗 好了 该赔的赔了 该结的也结了 嗯 该聊点正事了 说实话 龚先生 其实我 是不想来相亲的 实话实说 我也是 那太好了 回去我可以跟我们的亲朋好友说 我们对彼此没什么感觉 嗯 在这件事上我们俩挺有默契的 行吧 有人再见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YK 喂 老首长 怎么样 见上面了吗 见上了 见上了 你把电话交给那 李文那个同学 快点 我夸夸你 啊 首长 正好他现在刚去了卫生间 你这小子 你别忽悠我 你可别跟我搞那个阳风女伪的事 要不然我是饶不了你啊 是是是 您放心吧 我会严肃对待的 你请你去吃饭了吗 这马上就去请 记着 买单 暗示 你呀 就是个操心的面 那怎么办呢 当初是立军对不起他呀 你好 你好 刚才买的这张鞋不是特别满意 我想给他退了 小票再去 好的 请稍等 谢谢 小姐 这是绑还您的现金 谢谢 我好 很棒 给大家看 谢谢 谢谢 好 我好 小姐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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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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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观看�D exponлон�이 观看 观看看 好 喂 小睿 我住到柳方城 我才发现 这儿物业问题很多啊 这样 明天你让公司物业部的人 关注一下 尤其是柳方城 是我们的样板工程 物业很重要 好 就这样 家里的这儿 都不 Member 我们的情侣 有什么事 能不能够 尤其是柳方城 再来 那是柳方城 在柳方城 还要把你 从柳方城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还没走啊 好看血呢 你怎么又下来了 因为我看你还没走啊 来 为了今年的第一场雪 可以喝点 是应该喝点 也计我开车 可以找代价啊 或者把车停着 那我住哪儿了 你是在勾引我吗 你是在勾引我吗 我就不信你那么没定名 那要看什么时候 比如呢 比如现在 现在是挺浪漫的 要再有点音乐就好了 你照片走我 你别有点音乐 你可有点音乐 我只能放下了 我多看下我 你会会放下来 那不开车了 不开呢 所以只想尝尝 想一场的遇见 终于把你找到 就算没有对待 也依然很美好 想一场的遇见 别想尝尝我一秒 牵着你的温柔 再也不放你 先生这不让停车 下雪堵路了 赶紧开走一下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剂 邓曹操 你穿成这样子 就来上班啊 上次那身不是不合适吗 我就想简单一点 简约不等于简单 你得注意咱们律所的形象 要专业 要职业 冯律 您看您这话说的 上次不等于简单 这次草草穿的套装您不满意 这次草草穿了休闲装 您还是觉得不合适 要不这样吧 干脆不要穿 走 李文娜 你这是想我了 德行 冯总 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呀 听谁说的 感觉 是不是上次你让我干醒 那件大衣的女主名了 活案开发方案 给鲁经理送去了吗 送去了 下午开会要用啊 嗯 我知道 你觉得鲁丘城怎么样 人挺好的呀 我也觉得挺好的 一表人才 又是耶鲁海归 我觉得 以后你可以跟她 多接触接触 谢谢老板西啊 还不赶紧谢谢我 这周末 东方商学院成立三周年酒会 我这儿有情节 哦 你们也好好做做公关 到时候宣传宣传你们这里 这个酒会我知道 规格很高 请的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 周济果然神动广大 能找来请解 李文心里有我 有我 有个屁 我是因为我们家草 好 好 我这呢 还有酒会上的一些 特邀人员的名单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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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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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唉 啊 怎么了 我给你们讲哈 现在 九零号都有已经强谈了 七零号都离了一茬 你这八零号 还没男人的吧 不 我就想知道 咱们三个大美女 还有没有希望了 被我抛弃的前男友 嘲笑我是卤士 被我逢上香甩的男人 说我是卤士 你们说我是卤士 是 我就是 我没钱 没房子 我是个彻底的卤士 你还真别说 你真就是个卤士 他是卤士 你也说你指着他说 你说你是卤士 神经病 不是神经病 神经病好啊 我跟你说 神经病不需要男人你知道吗 孩子都没了 要什么男人 有什么用 说得对 说得漂亮 男人没用 来 为了不需要男人 我们三个喝一个 好 来 喝一个 来 干杯 干杯 干 好 刚半夜还有人给你打电话 你 要请话吧你 管我在哪儿 你换一个 等着 你喝了吗 你们喝着 干嘛呀 本宫先撤 拜拜 小主 你在哪儿呀 小主啊 小主慢点走 你什么人啊 刚刚说什么玩意来 这男人没用 怎么男人一打电话 又走了呢 谁啊 谁啊 我大里面的 你在哪儿啊 我都看见你了 你还给我打电话 你还没点花了 对对对对 看一看一看一看 哎呀 哎呀 你看 你怎么喝成车啊 这里 干嘛 喝一个 我开车 不能喝酒 开什么车呀 开车 开玩笑吧你 赶紧回家吧 坐实呀 妈妈 我买的 假的吧 又买的来了 妈 妈 我一会上那儿买去 回家回家 回什么家哪有家啊 孙大圣 一直哭着喊着要你吧 回家回家 来来来来来 来来 一提孙大圣 走走走 来慢点 我给你拿东西啊 要不然我们一起把他送回去 你不是我的男人 你别碰我 好好好 你也不是我的男人 你别碰我 走走走走走 来来来来 啊 快来来来 快来来 卡尔你觉得男人有用吗 你觉得啊 有用吗 你有什么用 我没用 我没用 过来 过去 买袋 快 能喝的啊 有用 一会儿 给这个电话打电话 把那个女孩接手 啊 就是给那个先生打电话 让他来接那个 好的好的 我不就这么说的吗 我说的不清楚吧 哪个人说的跟你不一样 对对说的 谢谢啊 来来走 来 来 来 喂 喂 您好 您是龚先生吗 对 哪位 您有一个朋友 在我们酒吧喝多了 您方便来接一下吗 有一个朋友在酒吧喝多了 什么样的朋友 是一位姓邓的女士 干嘛给我打电话啊 哦 是这样的 她的朋友走的时候呢 留下了您的电话 让我们跟您联系一下 您是龚先生吗 对 您收到太多的女孩 她的居然会坐着 您休息一下 你 Don't pay me 三位姓邓的男人 她的女孩子 这准备 准备 你 要让我找她 走 回家了 爸爸 站好了 我扶你走 爸爸 李正 走 爸爸 李正 爸爸 你真是纠编看人片 暗了天空 太阳光滑 小狗睡着 小雨风 什么玩意儿唱的 这么难听 不许说我唱的难听 就是我儿子两岁生日的时候 我给他编了歌 歌错名了 唱一遍就唱灰了 暗了天空 太阳光滑 我 小歌 睡一遍 小蜜蜜 去哪儿啊 你在哪儿啊 我不怕我笑起 Zither Harp 喂 老李 是我 龚敬 当然有事 你现在是不是还在打拐班 有这么一事 没女的 五年前 把孩子丢了 孩子的名字叫关小轩 男孩 2005年生后 2008年10月 于东安市货车站丢失了 这样吧 回头 我把你电话发给他 你们联系一下 你费个心 谢谢你啊 老班长 好嘞 好ака 你啊 我听他了 你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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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没事吧 我儿子有消息吗 有那么一点消息 我打轨班那战友 刚刚给我来电话了 长平市下面有一线 姐就出来几个孩子 问你要不要过去认一下 如果想去的话明天就过去的 长平在哪 不远 三百多公里吧 我去 我现在就去 你现在就去 我现在脸色是不是很难看啊 你是去认孩子不是去酒吧 用不着化妆导致成这样 我现在我儿子看到他妈妈 漂漂亮亮的 过去就是认一下 不见得能找不着 你这样给别人压力很大了 知道吗 如果找不到 我就没力地消失 行了啊 我跟你说 消息我给你带到了 忙活了也算帮到这儿 以后别因为这个事 再跟我遮水拿了 好 走了 莉莱 你借你的车给我用一下吗 我车辆远门 你快点 我挺着急的 我在家等你啊 你不能开车啊 你是不是刚刚吃了感冒药 你这样开车很危险 知道吗 我的想法是你明天养一天 你还有事吗 我没事儿 我没事儿 这皮肤白白的 就长得像一个女孩子一样 这些都是今天解救的孩子 先看一下 赶紧抱孩子 孩子消音 小雨 犯了 学生 嗯 nied 降堂 学习 你是谁呀 学习 我是妈妈 什么妈妈 你记得吗 妈妈 干什么呢 这是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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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宝贝 来 我们走了 红杰 什么情况 没什么情况 不跟老班长说实话是吗 什么不说实话 我一个朋友 老李 主任让你去一下 好 那我先过去一下 来 来 来 谢谢 谢谢 慢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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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慢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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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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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慢点 来 走啦 不好意思 我只想让你振作一下 要这个吗 要要带吧 找不到了 找不到再找呗 都找这么长时间了 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的 我找了五年 一次次的希望 失望 绝望 你没有孩子你不会懂的 我听那个我那战友说 明天还有几个被解救出来的孩子 要不然明天再看看 今天就先住这儿 反正他民政局也安排了 啊 有型 是 不得了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看电视吗 农 Thi 看见一笑 挺有意思 你读一点的 有一只北极熊 因为雪地太伺雅了 必须要戴墨镜才能看东西 于是他就找了一墨镜戴上 对着镜子一照 才发现 哦 我原来是一只熊猫 有一只北极熊孤单地待在冰上发呆 实在无聊 就开始拔自己的毛了 一根 两根 三根 最后拔的一根不上 然后它就狼死了 这个挺好玩的 小明心理了头发 第二天来到学校 同学们看到她的新发型 你能闭嘴吗 挺好玩的 就笑的说小明 你的头型好像个风筝 你能不用封小姑娘的把戏队友吗 听我说完 小明觉得很委屈 就跑到外面哭 哭着哭着 她就飞起来了 刚好笑吗 无聊不无聊 我找我儿子找了五年 我都没找着 我竟然天真的以为你能帮我找到 你带我到这来干嘛 这身行动 你帮我 又花了多少钱租的 什么意思啊说着话 你是真的带我到这来找儿子了吗 那你觉得我什么意思 出去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的 았는데 喂 龚总 你今天没来上班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呀 对 什么事啊 没事找事 你今天还回来吗 回去 你到底在哪儿啊 不管在哪儿我都回去 行 那我就放心了 好 再见 如果找不到 我就美丽地消失 陈萱 妈妈来找你 你要见到妈妈了 高兴吗 阿 Norway 曹操 邓曹操 邓曹操 邓曹操你神经 三天病啊 老师 还睡了多少时间了 差不多八个小时了吧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藏总 打你 你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 是想让谁 看了心疼吗 傻子 邓曹操你个大傻子 我是来陪你找孩子的 不是来陪你玩命的 你懂吗 你随波里一花轻松自在 你考虑过别人吗 孩子找怎么办 孩子没有妈怎么办 孩子不见得少啊 找不着见得少 只要你活着一定能找着 一副活不起的样子 你不败一次乡林嫂 你是不是觉得人生不够完整啊 你花八百块钱 让我来给你收拾的吗 怎么了 怎么了 这里是医院请小声点 没事吧 没事吧 来 尹 pon ARLIN 是我 这都 Prs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叫什么名 土豆 就这一个 可不就这么一个吗 还不像 你不是急吗 只有这一个 大半夜的 你总不让我去偷个孩子给你带回来吧 到这儿见还是不见 见 大小嫂 老李刚带过来一个刚刚解救出来的孩子 你看看 是不是你儿子 好 干什么 小嫂 我憋不住了 我去 我陪她去 你 老婆 尿尿啊 你尿尿也不能在这儿尿啊 有厕所 去 走出来 好 邓曹曹 你别太失望 天亮就有一批刚被解救的孩子 你可以去看看 我去看看 没关系 是吧 暗暗天空 太阳公公 暗暗天空 太阳公公 在高青青 不然我 你刚才唱什么歌 不知道 你怎么会唱这首歌 不知道 谁教你的 不知道 我从小就会唱了 干嘛呀 唱 唱什么 唱刚才你尿尿唱的那个歌 没唱啥 唱 唱 蓝蓝天空 太阳公公 跳过吹着小蜜蜂 唱 绿造仙眼睛 月儿弯弯 学轩 我里套着 学轩 你小的时候 有一批长颈鹿就这么大 你真正抱着他 你记得吗 还有你最喜欢的那个小自行车 那是你生日的时候 妈妈买给你的 记得吗 以前每个星期妈妈 都带你去动物园 有一批你最喜欢最喜欢的小马 妈妈准备好多好多的黄瓜 我们一起去喂那批小马 记得吗 是皮红色的小马 老公 还贴在吗 小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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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好了 小萱 大 我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碰我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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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电脑 那不是你的电脑 那是公家的 跟你妈妈回家 不是 必须去 你妈妈好不容易帮你找着的 另外 我帮你找着妈妈 你应该谢谢我 小孩要懂礼貌 明白吗 好吧 我做一个有礼貌的孩子 我抱你一下 走了 小萱 你松开 你干嘛蒙我眼睛啊 赶紧松开 你干嘛蒙我眼睛 松开 赶紧松开 松开 一 二 三 哇 这个哪儿啊 这是你的房间 你小时候的东西 妈妈都给你留着呢 我就知道 一定会回来的 这些都是我的吗 都是你的 喜不喜欢 哇 啦啦啦 哇 哇 这是我吗 这是你小时候 妈妈带你在公园门口 还记得吗 来啦 老大 老大 我皇帝都没见到你了 我可想你了 你妈呢 我妈不在家 你自己在家 对啊 我自己在家 我好久都没见到你了 小萱 那你自己在家再待会儿 老大有事啊 你别走别走别走 陪我玩会儿吗 老大真的有事 回来陪你 好吧 别闹了 你别跟我玩了一会儿呢 老大 我们正在学校播放了 超人总动员的动画片 你看 这是我画的超人家族 爸爸和老大是最厉害的超人 妈妈是你超人 我是小超人 咱们都是超人家族 小萱 你干嘛 要把我们都画一块呢 我以前流浪的时候 每天都很害怕 可我找到了妈妈 又找到了爸爸 还有你 老大 所以你们都保护着我 我就不用害怕了 小萱 那如果你有一天 发现这些人里面 别是坏蛋怎么办呀 不可能 都是超级英雄 到时候我长大了 还要像你 像爸爸那样 拯救世界呢 好 那马上又接老大了 为什么呀 我要去执行一项任务 什么任务 掌揪世界 我们自首吧 自首要蹲十年之上 十年 对 空姐 对不起 是我做了 之前的事都是我小人 你今天高抬快手放过我吧 你知道我妈一直在疗养人 我要是进去了 谁照顾她 她有多可怜啊 还有小萱 你要把我送进监狱了 她知道她自己的清天在监狱里 她怎么抬头做人啊 你不想去自首 那你逃得了吗 既然逃不了 你涉嫌巨额诈骗 会只是让你蹲十年牢 这么简单吗 管好 我告诉你 我劝你自首 就是为了小萱 我本来在来之前 打算把材料交给警方的 但是我看见小萱了 我看见她画得正好 我看到她画得正好 小萱跟我说 长大以后 她要成为像你一样的超级英雄 我希望你在小萱眼里面 就算不是英雄 至少不是坏蛋 如果你自首 再去检举黄盘盘 她背后的犯罪集团 就会有重大立功的表现 至少可以减刑 可以早点让你出来再见着小萱 拿到 小萱 你自己过来了 小萱 你怎么来了 来欣赏我的走投无路啊 你做这些事情之前 你也想想你妈 想想孩子 你就不会这么做了 你好 同学们 跟我们走吧 弓箭已经把事情告诉我们了 是她拦住了警察 我们才没有报案 她是牙子 希望你能自首 草草 我知道我对不起我妈 也对不起儿子 我只是为了向你证明 我是最优秀的 我比大家更好 我只会有很多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送你什么好呢 人到了就行了 你说现在什么事情都已经解决了 你还在这儿郁闷什么 我在想 如果我这辈子没有那道空间 我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我说你能不能别静想想没有用的 你跟弓箭命中注定就是要在一起 关好那种破脾气早晚就得出事 说难听点 他落在弓箭手里 反倒是好事 我今天在表面看见他呢 他没跟我说一句话就走了 你没追 没有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我的 你是怎么想的呀 我想嫁给他 我是真不想再结婚了 因为我觉得没有男人 值得我再嫁一回 婚姻不是假如覆盖 我还以白那么简单的事情 那座围长出来了 就没有在往里冲 我早早 我逃不开你 不管我都逃不开你 都逃不开你 我喜欢你 你妹妹走在你前面了啊 什么时候赶上去 爸 您得放心啊 追我的人一个排呢 都在后面倒着呢 你太冲淡了 真的啊 不是我一个一个 请新郎新娘至子 爸 今天非常感谢所有的亲朋好友 能够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原来我一直以为 只有找到一位 十全十美的男人 才能给自己一段 非常完美的婚姻 可是我今天才知道 其实一段完美的婚姻 并不要对方有多么优秀 而是不管对方有什么样的缺点 他都可以包容他 可以一生跟他相守 老公 老公 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 包容我 守护我 我特别高兴 因为我的前妻又变回我的老婆 当然 我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感谢那些曾经雪中送贪的 当然也有挖坑了 我还要特别 给未婚的朋友一个好的建议 因为 如果我参加一下朋友和婚礼 在现场感受一下幸福甜蜜 因为当你们感受到了 你们就会憧憬你们自己的幸福和甜蜜 在这样的场合 向你的另一半去求婚的话 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单身的朋友你们还等什么呢 来来来 抛花球了啊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快来快来快来 干什么呢 你也去抢啊 对 抢来送人 我要扔了 一 二 三 这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三 一 二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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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二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 是我亲爱的妹妹和妹夫 复婚的大喜日子 我特别高兴 可是我更高兴的 是我抢到了这花球 我希望很快 大家也能喝上我的喜酒 我更加希望呢 也是和我的前夫 我的前夫 是一个温暖包容 勇敢的好男人 跟他在一起的十年 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其实是很简单 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 过一辈子 我曾经找到了 却没有好好珍惜 失去了才后悔 不过现在 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这一点 我已经很知足了 所以今天 我要把这抢来的幸福 很不容易得来的幸福 送给他 祝他和他的爱人 永远幸福 宫剑 接花 来 接好了 好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我们可以去找邓草草吗 当然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才轮到我 想说什么 轮到你这儿 只有仨字 嫁着我 就只有花了 当然就是 还有借着 但是得需要我们俩走过去一起找她 我一个人有点不好意思的 我记得五年前我刚离婚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 我想到现在 唉 我有小轩 还有 五年前 我也会一无所有 看我的想法跟你的人一样 我相信 只要为我们耐心 坚持 我想要的 一定会让她 这位先生我们找找你 唉 五年前 小轩哪个年度的 二零零九年 十一月八号 下午三点十五分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八号 那天是我转移回东安的路子 而且 我在火车上确实看见一帮人抢孩子 我还追了半天呢 不会是小轩吧 哪有那么巧啊 也是 应该不会 但也可能会 其实冥冥之中 我们有多少次擦肩而过 并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命运 终究会有我们的 戒指呢 在花上哪儿啊 可花瓣都被风吹散了 没事 在一朵大花下 这怎么还起风呢 那个 不是 那被风吹进去的 就在这一片 你傻呀 你不知道风会把花吹散的吗 我不想浪漫一点吗 我被人扶着你了 藏着戒指都能被你藏回了 你怎么能砸我呢 我现在里面要有戒指呢 那你把他砸回来 这第一次婚姻 就像百米冲刺 人往往会不顾一切的初向终点 第二次婚姻 就像百米跨了 一步 一个坎 但好在 我们依然相信爱情 所以 我们终究会遇到